东吴吕蒙真的不配入选武庙吗? 这期我们着重讲讲吕蒙袭取荆州的故事 孙权因屡次索要荆州无果后 宁吕蒙攻取荆南三郡 吕蒙军刚到便传袭长沙贵阳 二郡望风归附 唯有灵灵豪谱守城不祥 刘备见形势危迫 忙从蜀郡赶至公安 令关羽争夺三郡 孙权则一面派鲁肃率万人屯一阳抵抗关羽 一面急令吕蒙 让他放弃灵灵 立即回尸增援鲁肃 吕蒙接报后 隐匿孙权首令 连夜召集将领 做出即将攻城的架势 并会见邓玄之 炸豪谱出城 抢占领领 事后豪谱得知 刘备已亲至公安 放置重计 残恨入地 吕蒙于紧迫的危乱战局中 仍能做到冷静处理战事 不仅没有延误增援 更在极短的时间内秩序领领 真正做到了兵家至高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 鲁肃在世时 吕蒙就曾向孙权献臣秘境 首唱灭鱼 而且鲁肃与吕蒙关系变好 也正是因为 吕蒙的关鱼威胁论 令鲁肃对其刮目相看 从此便能看出 即使是鲁肃 对于关鱼也是持威胁观点的 鲁肃去世后 吕蒙带其手路口 他一面对关鱼加倍殷勤 一面指书孙权筹备灭鱼计划 也就是说 早在相反之前 东吴其实就已有灭鱼的筹备 而非临时起义稿被刺 为这次习荆州的计划 吕蒙先是半真半假的装并回建业 推荐陆逊带首架口 以麻痹关鱼 更将士族伪装成商船 白衣渡江 勇于翻右翔公安守将副使人 接着破翔南郡太守弥方 直到吕蒙全聚江陵 关鱼都毫无所觉 出兵前 孙权曾想以僧脚 与吕蒙为左右度 吕蒙则以当初成普因 自是老将不服周瑜的势力 严明只可一人为帅 孙权听后 即令吕蒙为帅 孙角为其后援 这次袭击 精密周到 他以极少数兵力 使东吴全聚长江的夙愿 得以实现 今日起兵 渡江功敌 江陵一战 吕蒙封决尚未颁布 便急并发作 孙权不仅将吕蒙安置在内殿调养 更在国内以千金招募医者 为其治疗 当时孙权如发现 吕蒙吃下点东西 就非常高兴 如发现 吕蒙不尽饮食 就长须短探 也不能累 如吕蒙病情略有好转 就下达社令 让群臣都来请客 如吕蒙病情加重 不仅亲至床前探视 更命倒是为他祈祷 可惜吕蒙最终还是在 孙权的内殿中去世 年仅42岁 他为东吴建立坚固的 如虚物防线 更是继周遇后 极少数为东吴开疆拓土的 名帅之一 陈寿赞其为 忠于鹤己 有国士之谅 企图武将而以乎 这样一位国士名帅 若是都不能入武庙 敢问世上又有几人可入 至于说到孙牛联盟 除鲁肃一人极力维持以外 蜀汉可有一人 为维系联盟做出过努力 善取相关米 灭视一国之主 这难道就是结盟之道 更何况 一国之安危 岂能奢望于他国 自身强大才是应当的 三国人无知 下集想听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